热锅剧《长相思》第一部已经收官,邓维因在剧中饰演涂山景而出圈。 相比自己的走红,让他更开心的是,有那么多人走进了涂山景的内心,理解和尊重了他的选择。 从2020年第一次拍戏到现在,邓维从一个新人演员慢慢成长,他愿意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成为更好的自己,希望涂山景的温柔能治愈观众。 《长相思》中,邓维饰演的涂山景是青秋组长的继承人,游落在清水镇时化名为《夜十七》,剧集播出后热度飙升,《夜十七》最先破圈。 邓维意识到自己饰演的角色被更多人看到了,我觉得要说高人气是大家对我过欲了,其实我更替涂山景高兴,因为有那么多观众走进他的内心世界,理解和尊重他的选择,共情他的人生,我也希望他的这份温柔力量可以治愈大家。 《长相思》的拍摄历经半年,邓维经历了涂山景的人生,随着他涅槃重生,邓维曾说,自己的性格和涂山景最像的地方就是共情能力,因为涂山景是我饰演的,所以他身上可能会有一些我的小习惯,比如自然流露出来的神情或者状态,喊起涂山景对他的影响,邓维也颇有感触。 我现在会更容易发现身边一些美好的事物,会感慨,草很绿,天很美,微表情是本能反应。 剧中,涂山景的原型是一只九尾狐,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,女性的狐狸角色深入人心,而这一次邓维的造型,让很多观众和书粉都对这一男性的九尾狐,扮相和诠释表示认可。 大家甚至截取了很多剧情片段,分析邓维饰演男狐狸时的微表情,邓维表示,胡山景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,男狐狸的微表情是自己融入角色后,面对对手系演员给出的本能反应。 对于观众现在的分析,邓维也笑着表示,虽然我演的时候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,但是我觉得观众说的也都挺对的,那就听观众的吧,胡山景的形象如此深入人心,也有人问邓维会不会担心被贴标签,或是担心以后的角色。 很难超越这个形象,邓维想了想说,我其实没有这样的担忧,因为我成为演员的时间不长,饰演的角色也是有限的,我现在更多考虑的是该如何去塑造好以后接到的每一个角色。 第一次拍戏像在学习的小朋友,2020年,邓维参演了古装爱情剧《玉龙》,这是他第一次出演影视作品,我一直都想成为演员,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,大家也都鼓励我去尝试。 第一次拍戏的邓维对一切都非常陌生,他感恩自己遇到了很好的导演和团队,会很耐心地给他讲解一些非常基础的知识。 我还记得当时导演说,每次我拍完一条,就会站在原地看看四周,看看天花板,看看地面,就像是一个在学习的小朋友。 而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,邓维也飞快地吸收着能量和经验。 当导演对他说你这次做得很好时,他也会特别开心,努力后的被认可,让他有一种特殊的成就感。 做演员最吸引邓维的就是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和不同的情感。 我觉得这一点是演员这个职业特有的。 邓维说,作为一个共情能力还不错的人,成为演员也是释放这种能力的一个好方式,期待角色名更深入人心。 虽然入行时间不长,作品也不是特别多,但是邓维觉得,演戏已经是自己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从第一次拍戏到现在,邓维享受着表演给自己带来的成长和改变。 今年是邓维事业上具有转折性的一年,他有三部作品跟大家见面,之前一直在横店拍戏。 现在,看到自己的作品一步一步播出来,我还是挺开心的。 通过长相思,邓维收获了很高的人气。 面对大家的喜爱,邓维在备受鼓励的同时,也感受到了压力。 大家的喜爱,对我即使压力,也是动力。 下一部戏,我更有动力去努力和突破自己。 我会尽全力演好我接到的每一个角色,他觉得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。 其实我特别希望以后走在外面,人家看到我,是喊我角色的名字,而不是叫我邓维。 我也一直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。 对于未来,邓维觉得还是要顺其自然,把此刻的事情做好。 把当下的角色演好。 当然,他也期待接到好的剧本。 我想要挑战一些自己没有尝试过的类型。 我更看重剧本里的人物。 他的故事和行为逻辑,能不能打动我。